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一两从五到四十四克都有四 过去一两银子可以换一千四百钱铜钱 某一时期 不同时期不同 下面分析在各个朝代一两银子 相当于多少人民币 明朝 实在明朝万历年间一两银子 可以购买一般质量的大米二十 当时在一时约备94.4公斤 一两银子就可以买188.8公斤大米 就是377.6斤 现在我国一般家庭吃的大米 在一斤一点五元至两元之间 以中间价一点七五元计算 可以算出明朝一两银子 等于人民币六百六十点八元 由于《红楼梦》故事虽以清朝为原型 生活状况却以明朝为蓝本 姑且以明朝的仅两价值计算 刘老朗拿到了一万三千多元的过年费 当然很高兴了 而郭靖则付出和超出一万二千元人民币一摊半钱 还是在张家口这样一个小地方 太夸张了吧 郭靖就算傻 但穷苦出身 不可能不知道钱的价值 王龙更不可能挨店家的这一仔吧 唐朝 这一两银子要是拿到唐朝就购买力而言 更是高得吓人了 唐太宗真冠年间物质文明极大丰富 一斗米只卖文钱 通常一两银子折一千文铜钱又趁一管 就可以买二百斗米 十多位一时 即是二十时 唐太的一时约为五十九公斤 以今天一般米价1.75元一斤计算 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四千一百三十元的购买力 唐玄宗太元年间通货膨胀 米价涨到十文一斗 也是一两银子 等于二千零六十五元人民币 宋朝 根据宋氏时货制提到西 封义前 米时不过六七百和宋氏之官制 每斗米折钱三十文的记载 姑且以两千个铜钱折银一两计算 太平时期米价十一时六百到三百钱 静康之乱前后到南宋初期有一两银子一十米的 不在正常计算范围 一两基本上可以买到四到八十大米 以宋氏六十六公斤计算 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近九二四 一千八百四十八元 一说宋氏为九十六斤 就相当于一两银子 六百七十二到一千三百四十四元 假定南宋银价与北宋相差不多 那么姑静请慌荣一餐吃掉了少则一万三多则超三万的钱 难怪小姑娘一下子就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了 清朝 清初得仅两购买价值稍低于明朝 三至清朝中晚期 由于大量外国银两涌入中国 去统计鸦片战争前每年世界银产量的七十百分号多 都被用来购买中国出产的瓷器、丝绸、茶叶等产品 银两的货币价值下降到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 及一两银子等于二百元人民币左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